对着眼前身穿黄色上衣的男子怒吼 下一秒立刻上前压制对方 没多久好几名远警也赶来协助 这里是美国佛州当地时间一号 当地举办万圣节活动 没想到传出枪响 他被证明了17岁的Jalen Dwayne Edgar 他在2023年代被冤枉了 造成两人不幸死亡还有八人受伤 枪手落网后当下开枪画面也曝光 从街头监视器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 他走在人群中没多久竟然掏出枪支 朝后方开了一枪 所有人吓到瞬间疯狂逃窜 所幸他当场被逮 没有再酿成进一步伤害 但凡动机还有待理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